我们我们今天中国人的一些一些符号性或者一夜仪式性的行为里面贴春联啊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觉得现代建筑的格格局啊已经不知不觉阉割了大家的贴春联的这个仪式没有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误会啊 比如说贴一个春子那个春子不是春联那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铁子春铁子可是呢很多人啊我要一个春联 我说什么春春子一个春子就好那个不叫春 所以对于春就应该有他就是在门的两边对呀那你现在很多人的特别是现在的现在的新的新的新的公寓呀这些大大楼 你们门口连贴春联的地方都都没有啊是啊呃不过现在贴的现在有些折中的办法就是贴的门中间 对就贴在门上了 对贴在门上 呃过去对于春联的理解是从五代开始 嗯还是北宋初期五代末期呃什么佳节这个什么新年纳于清佳节号长春 就是那个梦场最最早发明的 可是事实上应该更久啊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早在敦煌的这个就是唐代啊 在敦煌的石库里面就发现了有有春联嗯呃四个字四个字的呃当然都是一些吉祥话 这这这重点是是在门上面嗯而且这是对着外面贴的 他是一方面意味着贴的人自己对于呃某一些价值的期许 一方面也是让路人也就是陌生人跟自己一块分享这个祝福嗯这是两套意义 具现在一件事情上嗯通常是在除夕这一天呃到了你年初一再贴都已经晚了嗯 所以我每年大概都是杨丽的十二月二十一二号也就是冬至嗯呃在前一年的杨丽 冬至开始写动手写春临啊就是冷冻的冻那是非常冷的时候 那么一直写到差不多最晚的一次写到小年夜写完了最后一幅是我们家自己要贴的 不就你你为什么把把写写春临对人好像是一个很很有仪式性的就很仪式很神圣的感觉 也不是说太神圣因为我从小我的父亲就喜欢带着我在穿家走向的各个地方去去看别人家的春临 嗯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的春临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但是都是不同的人写也不见得是家主人自己写也可能他会邀他的朋友 对 要去讨讨讨许上常去讨讨讨论对这个我就我就印象很深刻就走了每三五步就停下来这家的春临意思很有趣 这个字写的好 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这个照相 我们家连照相机都没有 就只能凭眼睛记得 哪一些字如何如何 当我的父亲说 这个字写的好的时候 我就特别多看一看 好在哪里 自己就形成了一些 简单的审美的能力 当然还有包括 这个对联通顺不通通顺 这个对联是不是 上下联颠倒了 父亲也会跟我这样说 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基本的 这个诗的引勇的教育 所以我对春联是有 比较特殊的感情 对了就是春联 春联是我们一种 我当然觉得 他也是 他也是在文化识别当中 非常重要的符号 是 我说今天当我们在 在强调就是说呢 一些的一些传统 一种文化的一些的不要说突突出保存的时候 有一些有一些非常特特别的 像是春联是其中之一 嗯 虽然我我上开文教讲说当当你知道今年的今年的CNY Chinese New Year是哪一天的时候你一定是中国人因为西方人是搞搞不懂 西方人不会不会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过年每一年不一样就今年可能是哪一天明天可能是哪一天他们对于对农农农农农跟着月球走因为我们我们是我们是拜月的民族很多东西呢都是跟着跟着月亮走的所以所以他们对于对对中国人的那个年的记忆是很深刻的我我认为西方人在认识呢认识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中国人的过年不管是武龙武武 武师哎他们觉得这个呢很有意思他们觉得春联哎很有意思放鞭炮很有意思红包就买了很有意思这些的都都是西方人在简单的识别中国话的时候的特点因此的春联这种的文化当你门口会贴春联我我其实不敲门会照里面的住的是中国人对吧所以所以我就是这种还有呢就是你一看不用敲本就知道这家人 想什么嗯喜欢对对对对对你如果如果是自豪什么对 所以他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有的春联你一家就只能选择一个一个角度或者一个路线你要自豪于你的这个豁达那么你就把豁达的胸怀写在大门口嗯你如果这个自豪于你今年财富增加不少嗯或者 就是自豪于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希望对希望来年哎呀生意兴隆通四海 对因为大部分的春联呢都在求财嘛对不对 呃求财求福我所以在我给朋友写的春联里面也有写到财这个字嗯但是他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呃但是多半我都是用福来代替 这个财 嗯 比较 比较不那么 明白吗 是吧 你来了福自然可能有机会 积财吗 嗯 来了财有的时候可能惹祸 嗯 是吧 是 好不然这张大春写的写的那那那那那你今年的今年的春联 你是怎么怎么怎么处理 反正我的朋友们只要是 像我要春联的通常我 只要手上有纸就当下就写了 但是有一些时候 我是应付不来的 嗯 那这个 我就只好 委托我的出版社 这个把 春联 红包带 嗯 还有一本书 放在一起 那 去看 他们怎么处理 嗯 但是对我而言 这个买书送春联 春联跟书呢 对他等于当一个包裹 但是 关关键在这里 你刚问到说 我今年怎么处理 我就明白你的意思 哪一天我就给你递个 递个卷子过来 我不这个意思 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 张大春送我 送我春联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很困扰 春联当然是过过年贴啊 可是可是我 我就舍不舍 舍不得把你的字贴在上面啊 你 所以我就都把它收收起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对你的祝福都在抽屉里 也没有 我有一个一个一个特特特别的小筒子啊 收你的春联的 就是然后 然后我有我有 特别跟我儿子讲说 这里面的都 都是呢 都都是呢 张大春的 张大春 姊姊姊的春联 然后呢 然后而且 而且从他的开始 然后链链链链链链链锂 就可以了在链链链链链的是20年的时间 断断续续的都得 你也看到那些字跟字之间 打开了之后 其实是可以看到 有些些微差异 有不一样 对 最 最近这几年 其他 提案变化 稍稍大 但是没有办法 写那么多年 春联啊 坏毛病 还是有 呢就是 只要碰到写春联的时候 那个笔画自自然然就变得很工整 这从我高中时代开始养成的一个 脱离不了的习惯 比如说我在一般的宣纸上面写字 不论是写信写这么小的字 或者写诗写这么大的字 大概都能够照顾到一个字形结构上面的这个 提案变化 提就是提高一点 比用的细一点 按就是压低一点 用笔画比较粗一点 提案有变化 在刑凯书里面或者刑草书里面 是比较迷人的 对我而言是如此 可是呢 一到写春年就麻烦了 自然而然就变成像 像一个好像高中生 写的规规矩矩 而且还是比较严也严肃的一件事情 对 像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很喜欢马英九的字 为什么 他就是规规矩矩 中规中矩 对我我承认中规中矩 可是 所以我他的字非常适合写春年 我都建议他 这算是有肯定吗 当然是 我自己写春年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知道 那个 有个 内在的那个动力 就是要规矩一点 严肃一点 重视一点 不要开玩笑 对了 他反映的就是中国人碰到过年的时候 就虽然 他就有一个仪式感就出来了 对 那个仪式感就就出来 这个是很很很特别的 所以 你也写写春年都会不知不不觉当中的 就会就会出现那种的 我每次写这个棉味 对 而且我在写的规矩的时候 就是不可不能自拔的规矩 像草一样不能自拔 怎么办呢 妙了就会想到马英九 他的字写春年应该是非常好的祝福 非常工整严谨 不不管怎么讲 他还是他也是当当代的 就是说领导人你们自写的 最好的 最好的一个写的很好的一个 而且他很有诚意 他每年写春年的时候呢 那个那个句子啦 对对仗啊 他都还是下下的点功夫啊 这个就不用说 不一定 不足为训啊 因为有些时候他的 这个句子 评证是有问题的 哈哈哈哈 但是 那些很有诚意吧 诚意还很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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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你说说的还只是现当代 我认为从中央民国立国以来 总统里面自己写的最好的就是马英九 真的吗 你你你觉得他比孙中山讲讲这时都还好吗 哎 真的哦 哇你对他字评价这么高啊 希望马英九今天有听到 好张大春正面评价马英九的字 这不容易